HELLO 大家好 欢迎回来我的频道 今天想要跟大家分享水桶包 我自己拥有的size是18的 这两个都是18的 那他们家的水桶包可以说是爱马仕家的入门款 那以入门款来讲呢 它这个包包的价格 1.非常好 2.性价比非常高 3.它其实蛮多不同的颜色不同的皮革 你可以去购录的 喜欢这种影片呢 不要忘记订阅我的频道跟开启小铃铛 第一个呢就是我最新录的水桶包 这个呢是18公分的 它还有出一个是22公分的 很像还有一个比22公分还大的 它这个颜色呢是爱马仕 上一季出的一个牛油果滤 那这个牛油果滤你们都知道 就是非常的火 不管是它的BKC 或是它的小皮件都非常的火 也非常难拿 我是跟我的Sales大概要了非常久 所以水桶包呢 基本上呢它是有两个HANDLE在上面 然后呢它前面这边呢是有一个抽 也可以说它是抽绳 但是呢它下面是有一个LOCK 所以呢它有点重量 把这一个这一条皮革往下拉 那你包包的上面呢就会把它收起来 因为它是水桶嘛 所以它整个上面是镂空的 那你拿东西啊什么的也非常的方便 但是它这个抽绳呢你把它抽到 就是把它关起来呢 然后你手拎的话呢基本上是 如果有人就是把他的手放进你的包包 你是知道的 所以不要那么的担心这个水桶包 那其实它这个水桶包啊 我给你们看一下 它前面这里是有两个扣扣的 那所以呢这个呢如果 通常呢是这一边呢还要再穿过一次这里 这样返回来这边 这样呢就会更secure一点 但是我觉得这样就有点太复杂了 所以呢我就直接把它穿过来 然后呢这里掉它的那个LOCK 18公分呢我觉得是一年四季多可以用到的包包 当然就是你要看你买的哪个颜色配什么金属 它也就是非常的百搭 可以入手一个他们家的水桶包 那他们家的水桶包呢是差不多2,900美金 这个是TN皮的 它还有出TC皮的 也有出Epson皮的 有出一个Sway的 所以呢看你买他们家的哪一个皮革 价格就有一点点差别 大概100到200块之间 它下面这边呢还有四个钉钉 所以呢你不管你放在哪里呢 你下面这皮革呢就会被保护到 所以呢我觉得这还蛮不错的 它下面是硬硬的 所以呢不管你放多少东西在这个水桶包里面 它就不会像有点塌塌的 因为它下面是硬硬的 然后我有看很多人他可以买就是包包的organizer 放在里面 那我之前是有用的 那我现在没有用呢 是因为我怕就是你看水桶包这样放 就是非常的随 对不对 就像一个水桶一样 那你放bag organizer在里面呢 你就可以看到那个organizer那一圈 然后我的水桶呢就变成 我把那个organizer拿掉 它就有一圈的这个痕迹在上面 所以后来我的水桶我都把它全部拿出来 它就会看起来这样 非常的casual 这样 下一个我要跟你们分享 我有的呢就是这个拼色 他们也有出这种拼色 也有出上面这边是有那个编织的 下面是那个absent皮的 那我买到这个是rosazili配sesame 所以呢它是这样的一个拼色 然后它这上面这个手柄呢 是这个rosazili 然后呢你这样翻过来呢 就是另外一边的那个sesame 所以还蛮特别的对不对 那拼色来讲呢是比较难找到一点 因为这个拼色我也就是想要蛮久 然后它一样下面也是有四个钉钉 这下面就是那个sesame颜色 是不是很好看 我这个是配那个cladium hardware 那我这个皮革呢就是他们家的 非常popular的TC皮 之前水桶包呢全部都是用TC皮 是这一两年呢它才变成TMP 那我给你们看一下它的区别 有没有看到那个TC皮的颗粒纹是比较大颗的 那TMP呢是比较小颗一点 还有TMP呢它的皮革是比较structure一点 就是比较硬一点 那TC皮用久呢它是比较塌一点的 那我觉得在水桶包上面TC皮 比较塌一点是OK 我看有一些人用到他们的水桶包 后来都完全变就是塌的这样 但是你这样拎起来就很OK了 所以你们也不用担心就是TC皮 就是比较容易会塌 因为它这个包包设计的 本来就是有这种风格 下一个我要跟你们分享我有的 就是这个黑色的pickleton18 你们就觉得说 这个不是就黑色吗? no 我这个呢是touch的 所以呢它上面这里呢就是有 那个alligator的皮革 里面也是 alligator的皮比较硬一点 所以翻比较难 翻一点 那你们看得到吗? 就是它里面跟上面就是那个alligator and then下面就还是一样是那个TC皮 and then我的这个呢是配银扣 那它下面也是有四个角角 里面呢也是就一样的 那pickleton呢我要跟你们讲就是 爱马仕包包像他们的三个BKC啊 它是里面是皮革 里面也把它finish了 那pickleton是没有的 所以呢你可以看到它里面这个内里啊 是有点这种毛毛的这样 所以它就会比较轻一点 因为它只有一层的皮革 没有像BKC他们都是里面一层 外面也是一层 就给跟你们分享一下这样 是不是很好看? 它这个呢touch也有做很多颜色 我有看过粉色也有看过黄色 也有看过就是金棕色 那个也有做touch and then通常都是配这个alligator 我还有看过就是整个水桶包是用ostrich皮 它这个touch它这个手柄啊是硬的 没有像我其他的那个tc皮或是tmp 它就会比较会塌一点 但是这个呢我已经有了大概一年多了 它还是这么的挺 我这个是tc皮的对不对 那我放下来它基本上就是 你看这手柄它就会比较塌一点 那我的这个touch呢它就是非常的firm 最后一个我要跟大家分享 我有的呢就是他们家经典大香灰 如果你有看我上一个影片 你们就知道我有多爱就是爱马斯加的大香灰 and then我这个又是配金扣的 所以这个就是非常经典的 颜色 那大香灰你们都知道它的这个stitching 是不同的颜色 它是用白色缝针的 唯一就是大香灰跟金重色是用白色的stitching 就是跟你们分享一下 那它这里也是四个角角 我自己就留就是我很喜欢的颜色 那如果你们就是比较喜欢大地色的话呢 那就go for it 就去买你们喜欢的颜色 那我是觉得水桶包呢就是小小的很可爱 所以就可以尝试比较就是不同的颜色 比如说啊黄色啦或是我的牛油果绿啦 因为它是比较小的一个这个包包 今天呢其实是用这个包包去上班的 所以呢我就直接分享我包包里面有什么东西给大家 里面呢我有放一个就是 狮子巾 大家就是最近疫情的关系 所以呢就会带狮子巾出门 里面有一个信封 然后呢里面有一个干洗手 还有我的最近在用的这个皮夹 YSL的 然后呢这是一个 Kelvi 阿马斯的Kelvi Card Holder 还有 护手霜 还有 我的LV的 Key Pouch 通常呢我还有就是我的手机也会放在里面 你们都知道我的是这个iPhone的大手机 我还要拿一个就是中型皮夹给大家看 就是中型皮夹 比如说像这个中型皮夹放进去呢 是完全放的进去的 你看还蛮多空间 就这个整个这个包包里面就是一个大洞 所以你要塞什么东西在里面是非常OK的 那今天跟大家分享我的四个Picotin 18 希望你喜欢这个影片啦 下次见啦 拜拜